师祖江晨的绰号和本领揭秘 李星云确实是被他所救但却活不了多久 女帝和张子凡都被人算计了 在不良人第三集中救活李星云的人正是诡异守江晨 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江晨擅长使用各种另类的方法一笔 此前老李虽然心脉全毁 但幸好被化杨真封住了心脉 这才使得江晨完成了换心手术 至于他为何会出现在此 是因为李星云曾托人去寻找江晨 那么江晨究竟是受谁之托呢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侯卿 当然也有可能是孟婆只是侯卿的概率更大一些 其次虽说李星云被救了下来 但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复活 江晨的换心手术确实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内力 可也只能够让他玩死一回 从老李体内狂躁不稳的气息来看 这股力量太过狂暴很难驾驭 但李星云全凭吊着的那口气支撑 这对身体的负担非常之大 所以他才经常需要运功调理 并且在后期预告中不难看出李星云还修炼了邪功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串联起来 就能猜出李星云所剩的时间肯定不够他完成任务 所以老李便再次找到了江晨 最终使用修炼九幽玄天宫的方法拖延时间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续命之法 不过李星云身为主角自然不会隐落 因此大概率是在修炼邪功之后 老李做到了能够不受其所控 而且肯定又有某种办法帮助李星云换回了自我 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 李星云至少在六七级之后才会修炼邪功 此外在这集中他还把女帝和张子凡都给坑了 老李假借和谈拐走了大元帅耶律遥光 而他俩则是被留在漠北充当人质 随后李星云更是和漠北王后打了一个赌 看谁先就出人 最后他再故意放走耶律遥光输掉这个赌约 不过这里被放走的耶律遥光肯定是李星云刻意而为之 逃出去的大元帅很有可能是三千人所化 也有可能是李星云利用其他方法控制了耶律遥光 但无论如何张子凡和女帝确实是被坑惨的 如今耶律遥光已经回到漠北大军 那么这两人也就危险了 尤其是女帝不排除会被王后当作攻破齐国的重要棋子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